太阳花学院明天傍晚就要退场了 不过呢 议场里面损毁的情形严重 怎么修复现在也成了关注的焦点了 昨天开始有民间技师呢 自发的进议场去估价 初步的结果出炉了 列出45项需要维修的项目 但是金额跟立院版差了很多 因为仔细一看 清单里面缺了最重要的麦克风跟电脑 难怪立院不买这个账 太阳花学院确定周四退场 目前议场内包括桌面还有地面 已经完成初步清洁 不过硬体的修复现在才正要开始 上级螺丝把框架误归原位 一无修缮团队从一楼到二楼 每个动作一秒都慢不得 基本上这个手一手就可以用了 为了赶在10号6点前清理完毕 8号开始就有民间技师分批进场 一共54人做初步估价 结果出炉跟立院总务处差了不少 估步这样子看一下的话 就是这样子就说跟豹仔说要 商议是有点落差的 满门两张A4子包括窗户窗帘门把扶手等等 光是初步评估场内就有45项等待维修 只是什么都有独缺最重要的麦克风跟电脑 也难怪跟立院估价结果差了这么多 尤其立院更明白表示不接受学生自行找人进场施工 估价也得依照立院版本 现在议场目前还是有我们在管理的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决定希望有一些品项 先由我们这边先做一些维护 那立法院总务处的话 我想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划 学生考起责任坚持用自己力量让立院复原 就是国家机关一切都有法定程序 立院不买单 即使学运退场 后续恐怕还有得吵 记得陈锦安高家福台北报道